來看一些簡單小題目 他說請問你誰的溶解度最大 有人問最大有人問最小 就看他誰沉澱誰不沉澱 溶解度最大表他不會沉澱 那誰不會沉澱 這些都沉澱 硫酸鈣硫酸被 鹼土質的硫酸鹽 碳酸美 鹼土質的碳酸鹽 鹼土質的碳酸鹽 硫酸鹽都會沉澱 所以不選 就選這個硝酸甲 他不是 所以他就會溶於水 答案就選豬 好 這個是問你誰的溶解度最大 現在問你誰的溶解度最小 挑誰會沉澱 就知道誰最小 那就是請你背著那個玩意兒 鹼土質的重要性質 帥哥美女 我們這位叫做大帥哥27 27號 27 我開D 答案 5 4 請坐 有人很開心的報答案叫做 這就是鹼土質的碳酸鹽 碳酸背會沉澱 所以溶解度最小 其他都不屬於我們有背過的 他就沒有沉澱 這叫做練習09 就是問 鹼土質的性質 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要背好 好 然後請問你 這樣會怎樣 這更可愛的題目是一樣 這樣會怎樣 這跟剛才是一樣 可愛大帥哥 對 對不起要找大美女 對 大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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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號 大美女二號 你選B 請坐下 綠化鈣加碳酸鈣會產生 綠化鈣加碳酸鈣 碳酸鈣是白色沉澱 鹼土質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是白色沉澱 就是考這樣的觀念就OK了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好我們看下一題 他說把鈣丟到水中 那跟哪個是一樣的 那就是鹼晶竹跟水會作用產生什麼玩意兒啊 產生氫氣 那就誰是氫氣勒 大理石加西人酸 產生的是二氧化碳 碳酸氫鈣 那重點受熱會分解也產生二氧化碳 都不是氫氣 酸氧水分解產生的是氧 也不是氫氣 所以你就只有一個會知道叫做 鎂加鹽酸叫做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會產生氫 所以答案就叫做A OK嗎 OK 好來練習十一 誰馬上就室溫之下 不用加熱他就會作用 不用加熱 因為你加熱完就可能平常不作用 他加熱就作用了 來帥哥呢叫二本 28 你選豬喔 豬 豬 你選豬 人家抱歸你不聽喔 豬 你相信自己 豬 這叫做鹼晶竹會跟水作用產生氫氣 這叫做鹼晶竹會跟水作用產生氫氣 相信自己是對的 就算錯了也要自己承擔嘛 對 好來 那甲丟到鹽酸共同產物是誰 這也是考一樣東西 剛剛講在講鹼土竹的時候說 鹼土竹跟鹼晶竹都跟酸都會有一樣的作用 啪啪啪啪啪 來可愛小女生 我們要請可愛小女生 叫做十二號 十二 一共啪 B啊 請坐下 你答案選B兒 大馬 鹼晶竹 李娜甲 鹼土竹 皮美鈣 跟吸酸作用都會產生氫氣 就是剛才有告訴你要請你背的事情 就請你把我要你背的事情 背好 就沒有問題了 OK OK